这个和赤道平静的线就是尾线 方向是东西像 好像铁片一样 小鱼儿这个地理啊 真的是我头痛的 马上其中考试了 我发现它地理真的很差很差 那天在家里做招四卷 还有一踏糊糊 今天我给他买了这么多地图 这里大概20张地图 等一下尝尝来看看 总有一款适合它 世界地图 这个挺有用的 第二张是什么地图 亚洲季风啊 冷暖风啊 什么 这个是气候类型的地图吧 地貌 精度和纬度 这是能总 也就是他们现在要学的这个单元里面 也用得着 中国地图 这个也是要背的 拿个绳在哪个位置 这里就是什么绳 然后这里画出来什么颜色 哪一块 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 第四张 哇好复杂呀 这个是进行的 各种气候啊 资源啊 交通啊 河流湖泊 这的 唐诗地图 123456789年级的 就是这个诗在哪里做的 写的是哪个地方的 这个诗 这个也挺有用的 对他们语文有帮助 有多少首啊 有108首 诗子的地图 可能有几兆 也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都有啊 这是什么呢 诗图 同意下挺有趣的啊 哪个地方什么特色 像冰马俑 还是什么 就每个省的代表性的东西 嗯 这可以可以 可以加深它的印象 对了解中国地图有好处 这张是世界 世界图色 哇 这个 卫星地图 这下来是世界的地形图 就画的比较巨像啊 哪些是这样啊 什么的 这卫星照片那种卫星 儿童皇专用 经典的 这个适合小一点的 杉杉 你看得懂吗 你是不是来自日本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的老家在哪里 世界的 那你看 嗯 真的 你应该很熟 周期足球 斯巴西 我觉得这张适合小鱼儿看 他就应该先从这张 比较幼稚的 就怎么说呢 只能容易接受的这个图 开始了解世界 然后再去看前面 最开始的那一只张 这张好像是宇宙的嘛 88个星座图 成语地图 丝丝地图 花样真是多 世界简史 哇 中国简史 这个对他学历史 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 把这条线可以搞搞清楚 现在正好在学到夏商西周这一块 秦始皇这一块 那慢慢的以后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一直学到现代了 太阳地图是讲什么呢 百科类的嘛 还有有些什么生物啊 了解了解 恐龙地图 这个应该也不考试 爸爸数一下 是不是20张啊 就是我们家那么小 真是没地方给他贴 要么另一复干两张 觉得对他现在学习有帮助的 让他先看看 我觉得那两张 就是画的很具象的 那个中国地图 还是世界地图 可以先看起来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些地图里面 还是可圈可点啊 有几张还是蛮有用的 成语地图啊 恐龙地图啊 这些可能适合小朋友看一点 对